我认为这个是确实上的,我们介绍了一个推进人数,做一个回应。 单机体是不确的。 CNN是做转轴。 各位可以看到像这个PTCL4的意识。 它是一个平面四边形的分子。 然后可以进入一个四转轴。 这个就是中心点,这个是一个四转轴。 那经过零次两次三次四次的意识。 如果有PTC继续确定的话,这个A还是比较A。 那中间这个CN这个部分,各位找到C42等于是一个C2的转轴。 也就是头尾对调,左右对调。 像这样的旋转呢,就等于是一个C2的转轴。 那在这个地方呢,四次转轴就等于identity。 不同的转轴,它的相等,还有它的角度呢,是360度除以A得到的结果。 那像在自然界也有一个,这个叫做烟草过滤性病毒。 这烟草过滤性病毒大概有17轴的,如果记得不错,17轴的一个对称。 所以天然界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人要自己去设计这样的分子,不太容易做出来的。 天然界里面就有这样子的高对称。 那这样子的转轴呢,可以做。 像这样这个地方呢,是一个Proform的这个分子。 在C3这个内容的转轴,一次,两次,会得到不同的率的对应。 第一次是到这个率,第二次是到这个率。 不论是哪一个率,这个看起来,这个分子在头顶上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那雪花片,在科普DT上面也有问这个问题。 雪花片它的对称有几种? 那么在这个样子可以看得到,它有一个六轴的对称。 然后这个六轴呢,可以转好几次。 如果是转两次,就跟C3轴是一样的。 转三次的话,就跟C2轴是一样的。 那Operation是一个动作。 Element是一个符号。 转的N,就是这个360度除以N,就是C2的话就是180度。 像水分子跟这个NH3各自都有一个C2转轴跟C3的转轴。 那各位可以做一下下面这个分子NF02。 这边是N,就是F,这边两个是O。 那这个地方呢,虽然是双键跟单键, 但实际上各位知道,它们是有delocalization的现象。 因此它这个键是不能够分辨的。 所以这两个键呢,视为是相同的键长,也是相同的背景。 那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C2轴。 这边有一个整体的平面,包含着这个分子。 这个地方呢,这个Long Pair是放在这个键上面, 所以它本身并没有Spaired Long Pair。 如果有的话,它就变成一个角形的分子了。 好,这个CN Rotation,各位刚刚已经看过了。 在这个地方可以介绍另外,除了C2,C4的这个主要转轴以外, 还有另外的C2的转轴,去垂直于这个主轴。 那这个中间这个C4轴呢,转两次的时候就等于C2轴。 好,这个Apahedra的分子呢,有六配位。 它呢,是有一个C3的转轴,也有一个C4的转轴。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看得到的这个地方主轴是一个C4的转轴。 但是,一二三,这三个蛋所形成的尾端三角形, 中间的地方也有一个C3轴,会从这个地方斜切过来。 变成它的一个C3转轴。 好,在Sigma部分我们介绍过SigmaH,SigmaV跟SigmaD。 在这个地方呢,在... C3转轴这个地方,因为它有六面。 每一个面呢,都有一个平面对应,它有六个面。 但是每一个对面的面合起来是一个面,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三个面。 好,这个FH3有三个SigmaD,三个SigmaD。 然后这个水呢,它也有一个对称面,它有包含分子的这个面。 这两个平面呢,都称之为SigmaD。 这个面是包含分子的面。 那,像这样子的NR3或者是PTCl4的例子,我们刚刚讲过,像这样的例子来讲的话, 这个Sigma都是V,或者SigmaD的,其实SigmaD。 原因是因为这边是一个二轴,这边是二轴。 二轴与二轴中间切线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称之为SigmaD。 而这个轴呢,也是这个二轴和这个二轴的切面。 所以它也是一个SigmaD。 那像这样子的直线分子的话,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左右不同, 这个地方是左右相同,相同的地方中间还有一个平面。 那这个地方呢,没有一个平面。 但是它们两者都是直线形。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转轴上面它可以无限角度的旋转。 所以它是CInfinitive。 那,刚刚没有讲到的地方就是在这个转轴的部分, 我们如何去在坐标上面去指定它。 这一点很重要。 一般来讲,我们都把这个主轴的部分当作Z轴。 但是,有一些奇怪的情况下面, 我们这个,像这个例子。 如果说是,这个地方有二轴,然后垂直它的平面也有二轴。 包含它的平面也有二轴。 这个地方是贯穿两个碳的这个二轴。 那我们的,以哪一个轴为主呢? 是主要是有分子,贯穿这个分子的主轴,称之为Z轴。 那,如果它是一个平面,像这个水分子的,或者是这个Dichloral AscentTransform。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主轴,C2主轴呢,我们就有Z轴。 然后呢,X轴是跟它垂直的,或者是跟它平起的,跟在这个纸面上面的这个面。 而,这个Dichloral Ascent它的C2轴在这个方向。 这边没有C2了。 所以它这个C2轴,我们称之为Z轴。 而是跟它垂直的这个平面,就是XY平面。 那比较多原子的地方呢,我们就是X。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顺序来讲的话,是Z轴最重要,四肢我们就定为X。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通过原子的地方,不是Z的地方,我们把它定制定为X。 好,像这个是一个平面三角,平面三角形的分子。 那么它的这个转轴中间是C3,然后在这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SigmaD,实际上还有三个SigmaD。 那包含这个分子的部分呢,我们就称之为SigmaH。 好,还有三角。 那平面呢,是会翻转的。 对于Z轴的部分的翻转,我们就是Z的这个坐标,摆面。 所以如果说是SigmaXY,那么就是代表着垂直于Z轴的这个平面。 这样子翻转的时候呢,上面这个数字跟到下面的时候, 这个Z值会变成-Z的值。 但是在XY的坐标上面,是不会变的。 好,所以这个坐标呢,是XYZ的坐标,会变成XY-Z。 这个坐标。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平面的话,它是一个数字的,一个坐标的翻转。 那可以相同地讲到SigmaXZ的时候,一定是-Y。 所以呢,如果说是SigmaYZ的话,一定是-X。 那它只有一个轴,它是YZ是垂直于X轴,所以是X会翻转。 这里面是垂直Z轴,所以Z轴的话,它的值会翻转。 那,翻转一次,就会得到下面的一个负值。 再翻转一次,就会回到原来的值。 所以Sigma呢,是偶数操作的时候呢,会回到这个... 偶数操作的时候,会回到很单的值。 这是SigmaH跟SigmaV,SigmaE定义,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Inversion center,如果放在中心有点的地方的话,你可以看得到它们是1跟6翻转。 2跟4翻转。 也就是对面的部分,就通常都翻转过去。 但是Inversion center跟C2有时候不好分。 有的时候C2呢,在平面上面跟Inversion center是相重叠的。 这些部分呢,就要看它的分子是不是一个平面。 如果是在三柱空间的话,那未必就是一样。 这是一个平面分子。 这个Inversion center的operation是指这个东西到这个地方,这个中间连线, 它对应到它的对面去。 所以DA是側翻转。 C柱的话呢,是这两边旋转。 所以它们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实际上它的操作是不一样的操作。 然后在以蚀,以蚀。 以蚀。以蚀的例子里面呢,这是一个staggered form。 它就会有一个Inversion center,也就是说它这个C2呢,在出出纸面的, 会对应到这个outout的纸面以下。 这边特别提出来一点,就是tetradedral的这个形状是没有Inversion center的。 我们把这些对称和例子呢,很快地走过以后呢, 我们会介绍点群怎么判断。 然后我们接着就要请各位开始做扎拆的游戏,就是放一个分子。 然后猜一猜它们的点群是什么。 好,哪一些是有inversion center的? 跟我们刚刚讲的,hold true的,这些都有inversion center。 这个没有inversion center。 这边,肩的对应到下面就不一样平的,所以这是没有的。 这也是基数,也没有。 所以A的部分都有inversion center,B的部分都没有。 improper rotation称之为rotary reflection,或者是甲转轴。 第一个动作是C40转移,第二个动作是SigmaH, 在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切入这个平面的,切入这个分子的平面,得到的基因。 左右看起来是完全重叠,但是呢,它的这个标号已经改变了。 但是这个动作呢,使得这个分子不能够分变, 所以它是有一个甲转轴的对称元素,使得分子没有改变它的转状跟位相。 但是它是经过了一个对称操作。 这个操作叫做S4,S4是旋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在纸面上的, 这是垂直纸面的地方。 它会转四分之一,90度的地方过来, 就会到达这个平面,这个地方。 经过这个平面翻转了以后呢,从这里会到这个地方,到A的地方。 所以这是一个S4的操作。 那么刚才我们在后面传到一个分子, 蓝色衣服从学行里,把蓝色的分子举起来。 好,那个分子就是一个S4的分子。 刚才在传的时候,各位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再仔细解释, 它为什么是S4。 S4的操作呢,这个,刚才已经介绍过, 在这里不仔细介绍,在课本上也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跳过。 S1,操作两次变成C2。 S4的定义是先经过C4,再经过SigmaH的这个操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TekkaHiro的这个对称, 会经过S4的操作以后,会得到不可分辨的分子。 两个S4会得到C2分子N的Operation。 所以偶数的S的Operation会有这个现象。 以S4的例子,它就操作在平的这个地方。 S4,S3,S43。 但是S42本身就等于C2, 所以我们就不用S42这个符号。 S44等于Identity,S2等于I,S1等于Sigma。 S2等于I,就是Everance Center, 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C2加上Sigma。 S2的定义就是C2转轴,一转一转八十度, 然后再经过一个Sigma。 这个可以用刚才的XYZ座标, 做一个这个图形的验证。 S1等于Sigma这个部分就是Identity加上Sigma, 所以它还是能Sigma。 好,我们归大起来这五个, 是各位要熟记的。 下面呢,接着要做的就是做点群。 各位要知道的点群呢, 就是要从,主要是从轴跟面, 来判断一下它的点群是什么。 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呢, 我们很快地讲一遍。 这个是各位刚刚有机学过的一个Cyro molecule, 四个阶在碳上面的group, 通通都不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对称的分子。 这个呢,是有一个C2轴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C2轴的对称的, 然后正面还有一个C2轴的对称, 啊不对, 这个地方有C2轴对称。 好, 这边是C3轴, 还有SigmaV, 这个地方呢, 有C4轴换C2轴, 也有SigmaV跟SigmaD, 这个地方是C5轴, 这边是C6轴, 它比较常见的是水分子, 这个最后可以知道它等于C2V, 也就是它有个二轴轴, 然后有一个V, SigmaV跟它包含在这个轴上面。 这个呢, 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SigmaD, 在这里不太容易看得到,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切这个分子一半的地方, 切一半的地方, 这个Sigma, 跟切这个中心点, 中心点那个, 切这边一点的那个平面, 它们中间呢, 中间夹角的地方有一个C2轴, 这个轴不是太容易看, 我给它再仔细看, 好, 那Titramedial的一定都是有S4的, 这是课本的例题, 要把它所有, 要把一个分子所有的对称找出来, 各位找出一两个对称不是问题, 那常常会漏掉几个对称, 但是如果漏掉对称, 点群可能就会操作错误。 OK, 这地方是没有一个Universal Center, 它有一个C2轴, 它有一个平面, 它有一个切它中间的平面, 它包含它的平面。 OK, 然后DiCorp等Sigma, 这地方是有什么样的对称, 我请一个同学来介绍一下。 好吧, 在最后一排, 最靠我们的同学。 好, 你看一下黑板这个地方, 你觉得它有什么样的主轴? 有C2, 哪边的C2呢? 是原子连线的, 还是切N原子的? 原子的, 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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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指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 它告诉我们全部的对称。 好, 你看得到的转轴, 切开转轴。 这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 哎呀, 这是转轴的部分, 平面的部分。 包含它的平面, 还有呢? 包含它的平面。 包含它的平面。 切这一半的平面。 包含跟切, 还有呢? 还有呢? 这个地方切了平面。 OK, 除了平面以外, 还有什么? 我们五大原处有哪些? 也有。 很好。 那它的S operation, 其实就等于C2的operation。 很好, 谢谢。 这些。 这些。 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在上面有, 在介绍我们, 例题上面都有, 所以我们现在, 先调过。 好, 这是课本上的另外一个, X傻子一个例子。 那么, 我们刚刚有讲过, 像这样的这个, XYZ这个, 座标呢? 经过C2旋转了以后呢? 它这个, 这个C2在这个地方, 会到这个地方, 是, 呃, 能就一样, Z没有旋转, XYZ有变号。 然后在经过一个Sigma以后呢? 就会变成Z的翻转, 变成了, 全部都是转号。 那, C1, 在这个, X1等于Sigma的意思呢? 如果是identity, 完全没有变化。 只有经过Sigma, 所以它剩下来, 也就是Sigma的一个操作。 好, 今天找出这几个分子, 它的对称。 好, NH3的对称, 找一个东西。 小雨轩。 你说一下, NH3的对称, 你认为有哪一件? P个转偶有D3, 很好。 SigmaB 还有SigmaB有几个? 有三个。 有三个。 此外还有没有别的? 有没有inversion center? 没有。 有没有S operation? 有没有平, 其他的平面? 确实它有两个C3轴 这一点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是 一个C3再转两次 就是C32就是Operation 然后SigmaV有三个 是刚刚刚就又指出来 所以有两个C3这件事情 各位要注意一下 同时有一个C3的时候 还有C31C32 C33就等于Operation 所以不算 接下来就是CycleExam CycleExam是用稍微一举一点 这是BowForm BowForm的操作 如果说是用这种方式 可能都会不容易看得到 但是如果你用 画是这样投影的方式 然后头尾的地方翘起来 像画这样的图的话 你就比较容易看到全解 像这样子的分子 它有什么样的对称呢 可以看出来它垂直中心的地方跟 注意到有加号的地方是超出黑板的高度 所以它只有一个C2的部分 是垂直在中心的部分 然后SigmaV呢 是这边要是切出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是包含它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 因为主轴在正中央 这些平面呢 都是包含主轴的 所以它们都是SigmaV 那么两个90度的SigmaV 总共两个 如果是CycleExam的话呢 就不好看 CycleExam要怎么看 这样看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就是这三个地方是翘去黑板面 另一二三个在黑板上面 这样的话这个C3轴就看得不错 它说呢 只要有C3轴就有C31 C32 C2 OK 然后再来是 我先不讲平面 C3是随机在这边的 C2是 从这个地方切过来的地方是一个C2 低的地方比较高的地方 高的地方比较低的地方 也许这个地方应该写 复会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所以 你这边旋转的话 你这边的处就变正 这个在底面下的转180度 会到上面来这样子翻转 这样子的C2 这样子的C2总共有三个 然后 平面呢 就是包含这些切面的平面 它也有三个 那因为 你还有 这些C2轴 然后你的 C2轴的夹角的地方 这样子的这个 这样子的这个 红线的部分是一个平面 那么这个平面 它有一个特殊的性质 是切两个C2轴的夹角 对等分 所以它是一个SigmaD 好 Inferential Center 比较容易忘记 但是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对面 这边是头对头 稳对尾 好 26的Operation呢 在这种图不容易看得到 但这个图就比较容易看得到 S6的Operation是 你走60度到这个地方 然后经过 翻转以后呢 正会变负 所以这样子的Operation呢 S6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 那为什么只写两个S6呢 因为S6 转 我看 S6 1 S6 2 S6 3 S6 4 S6 5 S6 6 这个就等于乃单子题 这个是 这个是等于 C3 是不是 转6再来C3 对 我们讲正到正 OK 这个是等于C2 然后这个是等于 C3 2 所以呢 只剩下这一个和这一个 两者互为反元素 一个是E10帧 一个是瞬10帧 这两个S6是存在的 所以全部的Operation里面有两个S6 好 这个直线分子呢 稍微有复杂一点 但是 嗯 这个轴 是一个 旋转一 无限次数都可以 无限角度都可以的 所以它有一个C Infinity 然后它这边还有平面 然后也包含它的平面 所以它就有 包含这个这个轴的平面 无限的 OK 还有一个这个平面 相等于它这个 Inversion Center 所在的位置 这边有一个平面 好 这边也是C2轴 这个C2轴呢 可以在 随着这个Xenom的部位置 旋转 在 在 垂直黑板的平面上面 无限度的旋转 所以它有无限的 无限的C2 好 这个分子呢 它具有的Operation 有两个Sigma 一个是包含平面的 一个是垂直平面的 所以两者要分辨的话 我们用Prime来代表 这里面有几个 我们如果把NH3 当作一个球状的话 这里面有几个 不同的对称呢 好 它有C4轴正中央 因为它这个地方 是两个是不一样的好处 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没有平面 去把它 上下连结 但是它有 包含这个平面 还包含 12345的一个平面 中间这个C4轴呢 就跟C2轴是重结的 好 另外一个 像这样的话 有几个对称 有C5轴的对称 各位都晓得 有C2轴的对称 是切分子的 然后有Sigma的对称 包含分子的 跟切切切切 每一个头 每一个碳 都会 都会跟这个 对面的这个 一半的地方 连结起来 成为一个Sigma 好 那它是一个平面 所以 转5度以后 自己再翻转以后 还是自己 所以它有S1 好 我们现在介绍的 Point Group 这个部分呢 是在群人里面 要记的东西 那请各位 如果还记得 当初那个逻辑表的话 请你们回忆一下 我们等一下 会自己做介绍 还不记得中学呢 这一次上课的时候 到下课前 要把它记得 好 我们用的这个 Group Theory里面呢 要第一个先判断 所有的这个 对称 是属于哪一个群组 所谓的群组 所谓的Point Group呢 就是 所有对称的集合 刚才那个 好 刚才这个地方的 所有的这个 对称元素的集合 如果写一个 集合元素起来 这整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 一个代号 这个代号呢 待会儿就会看到 是 应该是D5H 那我们怎么会 知道这个点群呢 用的方式呢 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 当初如果各位 还没有完全记得的话 现在要好好记一下 我先把它分解一下 重点是在下面这个地方 C跟D的这个部 那上面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特例 那各位 要去稍微记得一点 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没有对称 或者只有镜面对称 或者只有对称中心的这种对称 单一的 其他什么都没有 是比较好解 比较高对称的比较难记 尤其是碳60的IH 是一眼一定要看出来 是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还有这个 直线分子的话 不是C 就是V 就是D 就是V 这一类的这个 有无限 就直线分子呢 就是属于这些特殊的group 还有Catrahedral 和Actrahedral group 是比较高对称的部分 只要从它的形状 各位就会记得它的对称 所以那个是比较好认的部分 那这些低对称和高对称的东西 都去掉以后 剩下的就是C2轴有没有在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一个D这个代号呢 代表了一种特别的这个点群 这些点群呢 有一个性质 就是它有一些主轴 然后这些主轴呢 还有C2轴垂直它 比如说有一个C3轴 然后有三个C2轴呢 跟它垂直 像这样的Dgroup呢 不是DNH 就是DND H的话 就是有平面 切在它这个主轴上 D的话是包含着主轴的 如果根本都没有平面 那就直接就是DN 好 那么 比较常见的是C的group 但是Cgroup 也跟它的逻辑是一样的 先判断有没有Sigma 然后再看 SigmaH 然后再看有没有SigmaD 也就是说它有没有平面 如果它都没有平面 也没有这个 有转折 却没有平面的状态上 你就要判断它 是单独只有转折 还是它有S 所以S这个是比较 不好判断的原因 是因为 你在前面都花了很多功夫 找转折 然后再找平面 然后花了很多功夫 又发现 都没有的时候呢 你以为就是CN 但实际上 它可能还有S Operation 所以你要试一下 SOperation 在 我们把它分解一下 刚开始的这几个部分 C1没有对称 CS只有镜面对称 CI只有version center对称 好 那这些比较特别的对称 那这些比较特别的对称呢 有机会我帮我分解一下 它们里面所有的对称 是有还有哪些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先开始看一下 这些特殊的部分里面呢 像这个是没有 没有这个 任何对称 所以是一个Cyro Molecule 这个呢是有镜面对称 注意到 那这个地方没有二轴 这边没有二轴 所以它只有一个平面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有对称 新对称 但是它们有平面的对称 因为包含它的这个平面呢 它左右是不相同 所以没有平面 它只有一个inversion center 这种单独都只有这一个对称的 是比较特别的 就把它先列出来 好 直线分子有两个判断方式 第一个如果说是 两边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就是属于C group 如果说是两边是一样的 表示它一定它有一个平面 然后它有C2轴把它对应 所以它一定是属于D group 所以如果是C group的话 它是C infinitive V 然后如果是D group的话 它一定有这个平面切它 所以一定是D infinitive H 这两者是不一样的 C跟D相反 V跟H的相反 不一样 所以记得直线分子呢 不是这个 就是这个 Tetrahedral它外表的形状 可以看得出来 还有它的变异 不论是哪一种 只要它会画出来的 只是像这种Tetrahedral的形状 都是属于这个高对称的 而Tahedral的话是六配位 六配位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 五种一看出来的时候呢 就画一个U 也就是一个方块 如果是在Tahedral的话 各位可以看得到 是以 红色的部分连结的 如果是Altahedral的话呢 它每一个面上面都有一个圆圈圈 所以 所以黄色的对圆圈圈呢 是代表每一个面的正中心 那这样子呢 去判断Altahedral 相当Hedral之间的关系 会是比较 画的不是很好 这个 红点应该是在 连结在一起的 中心点是 一致的 好 下面那個Icosahedral IH 就像我们刚刚画的 有 上面的五边形 跟下面的五边形 倒过来 上面跟下面放过来 然后全部整个二十面 那下半部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S2N这个部分是比较特别的 其他的判断方法都一样 就是先看他有没有C二轴 决定是D固或C固 然后再决定它这个Sigma存在 这边都是判断Horizontal的Sigma 然后再判断D或者V 这个包含主轴的Sigma 像这样子的主轴的这个地方的话 是C三轴 C三轴 这个就是我发给各位的那个模型 它的答案是S4 因为这个地方转就是度到这里 这里也许不是很好看得出来 它的这个形状 各位帮我这种分子的时候呢 通通都用像我现在这种画法 你只要把它画出这个正反 正负正负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什么分子呢 英文叫做Cyclo Arcta Tetraene Cyclo Acta是有八个碳的意思 Tetra是四个双界 Tetraene 那有正有负 它是四个正 是这样的投影图 你就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它的对称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呢 中间 中间 那 你比较 它这个图呢是比较特别 它没有这样的高对称 它是 一二三四 这边 这边是 谷 这边是 谷 然后 隔四 隔三 谷 所以 我如果没有画幅的话 对称就比较高 因为左右这边是相等的 这边是相等的 但画了幅以后 这两个就不相等 不相等以后 你就没有那个高的反周 也没有对称的面 那 所以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预告过了 它的 operation是S4 如果说我们从黑板上这个图形看的话 可以发现得到 一二三四 就是八个的二分之一 从这个地方转 九十度到这个地方 然后正变负 所以它是一个S operation S4的operation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又是一个九十度 然后负变正 而是S4的operation 所以这个地方的S4的operation 从这样的红片图看 会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它是具有这样的对称 那刚才我给各位 看了底下的这个模型呢 就是在右边的这个 各位能不能算一下 它的point图是什么 第一个先找什么 它是不是特殊图形 它有六配位 可是它因为 它不是AXA19 也不是太久AXA19 那它有二轴 来 今天我帮我拿一下 学高度 所以它有个对称 有个二轴 在这个地方 你把它翻转一下 还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二轴 好 那这个 除了二轴以外 它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对称 有平面吗 这个平面过去 这个对称过来没东西 所以没有这个平面 也没有这种平面 除了这个 它有一个C三轴 对不对 有C二轴 这个是C二轴 每一个环都有一个C二轴 对不对 都有一个C二轴 这个C二轴的特性 就是垂直于C三轴 所以请问一下它是什么样的group D还是C D group 因为它有C二轴 所以D三轴 D三 D三 有没有H或者是D 有没有SigmaH或SigmaD 像这样的分子 它本身有一个C三轴垂直 在这个纸面上面 但它没有其他的平面 它没有包含分子的平面 没有切开分子的平面 那它有没有包含 切C二轴的 C二轴是哪一些 就是平面的地方 切C二轴的平面有吗 没有 它这个是一个Cyromolecule 很快的回答上 没有Sigma的方法 是你知道它这个东西 是一个Delta或是Landa的form 也就是它是一个Cyromolecule Cyromolecule是一定没有什么 没有平面 也没有什么 inversion center 也没有什么 S center 我们刚刚讲过 Akyromolecule只要有平面存在 或者是可以翻转的 这个inversion center 它们都不是 所以它实际上是 没有Sigma 然后到最后 只有一个D三的一个group OK 然后把这个图呢 稍微再扩充一下 看看 变化一下 我们请同学告诉我 这个pointgroup是什么 刚才 这个是D三 请问一下这个group是什么 先看它有没有C三轴 没有 它最高对称是什么 二轴 还有没有其他的二轴 这边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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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显然是一个C不是一个D 它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任何平面 我们想想看 包含这个平面 可是包含这个平面 这个地方就不能对你过去 包含这个平面不包含它 所以没有一个平面是可以包含它 这是什么意思 C 没有平面 有没有S 有没有 一二 转过来以后再翻转 那就没有了 所以它是一个标准的C2 好 而且这个2要写大一点 好 C2 是这样写 对不起 不小写 小写 好 再电话一下 这样子的分子是什么样的就是这个 刚才那个是E3 因为它有二轴 这个是 D3 它没有其他的平面 没有转轴 跟这边写的一样 然后因为它没有一个二轴 所以它不是D3 便是C3 好 各位这些图形是在课本上面的 课本应该是在这个礼拜可以拿得到 所以应该在礼拜五的时候 各位可以做好这些器梯 所以回去的时候各位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开课本里面 关于这个部分 尤其这几个 就在课本上面 把这几个的通译固全部都写下来 课本上有答案 那你做的时候自己练习一下 是不是能够follow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逻辑 OK 好 那 这个表 有没有人现在还背不住的 好 我们使能够闭起眼睛来 我们说一下 我先把它说一下 我们再讲 第一个先找出这个C1 C CS 跟 这个 CI 这三个 low 这四个 然后再找出 actahedral actahedral cosahedral 跟C 没有h 没有h 只有d的时候 就是dnd 什么sigma 都没有的 就是dnd 好 我们背到这了 下面的部分 也是一样 C轴的部分 是没有C2轴的 单独只有C轴 Cn轴 单独只有Cn轴 也是一样的判断方法 第一个先看sigma h 第二个再看就是什么 不叫做sigma d 叫做sigma v 在c的这个系列里面 没有d这个东西 c n v cnh 再来cn v 再往下呢 那两个呢 就是没有sigma的cn 或者一个非常诡异 然后会忘记的s 好 这样就全部备完 好 那么这样就各位的这个工作呢 大家就是把课本上面的 课题 课题做起来 尤其是课本课本的 第四至五的CT 好吧 其实实际上 四至一到四十四季 都是这种练习 但是呢 呃 要方便讨论几遍 我们就只挑四至五这个CT 大家做一件 来对一下答案 再看它上面讲解 好 谢谢大家 谢谢